安 安 安姐 是我 是我 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我现在在敏感期 能不能别装抢口枪 你鞋带疯了 别都找不着会管这个 安姐 你不能上去 凭什么不能上去 我 我有事想找你帮忙 你不天天找我帮忙吗 别给别说 不能在这儿说 不是 我还要去第一十一喜事呢 你干什么呀你 孙涛 行了 涛儿 你有什么事不用说呀 快点说 安姐 你帮我看看这车 你觉得怎么样 不是 你叫我过来 就为了看这辆车啊 我 我 帮我看看吧 看到了 你要干吗 我就想买这样一辆车 我走了 安姐 安姐 不是 我车已经帮你看了 你还要干吗呀 你不能上去 为什么不能上去 反正你现在不能上去 孙涛 你是不是有事要瞒我 你从来不跟我撒谎的 安姐 我 我 我没有撒谎啊 安姐 我说 是 汤总 汤总让我一定拦着你 干吗拦着我 那个 骑车长在上面 汤总说等他走了 再让你上去 骑车长来干吗 他哪次来不是劈头盖领 是我们的不是 他在我就不能上去了 是这样吗 我必须要上去看看 安姐 孙涛总说真是个棒锤 因此我认为 只要研制一款 针对九州遨游的 微型软件 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平台 不受病毒的攻击 从而保证平台的正常工作运软 李莎 现在让你请来的这位高材生 谈谈他的看法 Steven 丁先生的方法 我认为是非常适合目前 恢复游戏平台的手段 尽快让这个方法付出行动 无疑是洪州集团最正确的选择 Steven 那你的办法呢 我的方法和丁先生的方法 基本一致 你现在说一致也罢 不一致也罢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 丁俊完全适合技术总监这么一个职我 我们的几位在座的董事们 你们有什么看法呀 看来没有意见 那好 这样吧 那我们表决一下吧 同意丁俊任技术总监一职的 请举手 李莎 你得尊重我们大家的选择啊 我保留意见 是安佐停止处理 孙陶取消专者资格 安姐 安姐 是我良力的你 这地方我也不想干了 我跟你走 我走 干嘛 不是洗雷风啊 还是指望我养婚点 安姐 没事儿 解释人才 停止这两天的事 很快就回来 你走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好工作 等我回来 你记住了 我一定会帮你争取到转正的情况 安静 这家公里有钱的 转不转正的 在 你说什么傻话呢 哪个同家愿意跟你一个临时工 我 那准备不够 别跟我来这趟 我最受不了这样的 那我跟生死里面一样 好了 我现在已经启动修眉模式了 闲人已美 有人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走了 我怎么给你帮皮子 对不起 天元 谢了 为什么 我能当上总监 可是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你千万别胡说 没有反对不代表我支持你 要谢谢我爸爸 他力挺了你 瞧懂的安情 我自然莫是难忘了 你接电话 去吧 赶紫瑟 邵总监 快去看看LISA吧 我走了 Sometimes 你营了 你 我走了 你走 我们 moved 是 你走 周董事长 看看吧 九战雀巢喽 姐 对不起啊 你不好好给你爸当说客 跑这儿来干嘛 看我笑话吗 我真的不是针对你是这样的 我觉得吧 我爸让丁军来作为这个技术部的总监 也不是没有道理 刚刚你也看见他的表现了 还可以啊 对吗 我跟丁军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 如果他能胜任 我有必要把别人挖来吗 二叔根本就不是肯定他的能力 是不信任我 要在我身边安插一根眼线 你别曲解我爸的意思 他不是这么想的 曲解 乔天宇 你了解你爸吗 你知道他真正的用意吗 他口口声声宣称 洪州集团是他一生的心血 是他一辈子要守护的事业 那我爸妈呢 他们为了集团付出多少 他瞧起山不是不知道 现在我爸不在了 我妈又成了这个样子 他堂而皇之地接管了洪州 而我却成了他的傀儡 说什么都不管用 还有你 一个接受过全世界最高等教育 并且口口声声标榜自由的青年裁军 如今只不过是他 用来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 你怎么回事 我没有 你们都把我当傻子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回来 是 以你的能力 如果你要接管公司的话 我不反对 我没有意见 但是何必用这种方法呢 为什么要架空我 羞辱我 姐 你错了 我毕业了 学完了 已经学到博士后了 我还要怎么样 难道我不回来 我在那边待着就正常了是吗 你当真是怎么想的 还是跟乔启山穿透起来 在我面前演戏 好吧 咱俩之间没有秘密 我告诉你 没错 我爸让我回来 是想接受你的位置 看来你心里很清楚 但是解释这样的方法 我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啊 你看看他这么大年纪了 再加上他推销也不方便 对吗 他在身体问题 他在公司又没有他的依靠 他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他只是想让我 他只是想有个依靠而已 能不能理解一下 他并不是想针对你 对 只有你是依靠你值得依靠 那我呢 难道我是个外人吗 我看出来了 你们根本就是想抢走 属于我的一切 好吧 就这件事情而言 我之前一直在跟我爸爸争执 我反对 我甚至一度认为 他的脑筋是不是有点太古板了 但我突然间发现 姐 可能你真的不是那个 能够为乔家说话做主的人 人 这才是你今天来的目的 你终于说出来 你认为你是乔家的一分子吗 你认为我们是一家人吗 如果是一家人 为什么你会认为 家人亲人会抢你的东西呢 在谁的手里 难道不是在这个家里吗 我再告诉你一句 我对接管红州集团的任何职位 一点一丁点都没有兴趣 好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公司对于我爸而言 就像儿子一样 他像疼儿子一样的 想呵护这个公司 但是他没有机会 因为他残疾 真的 他甚至没有真正拥有 一辈子 现在出狱能站起来了 他想为公司做一点事情 怎么就那么难呢 他也是股东啊 他也是董事 不就举荐了一个小小的技术总监吗 然后 拨了你的面子 你就这么急恨他 为什么呀 你出去 我想静一静 对不起啊 姐 我哭我哭我哭我 你看我来劝你来帮你劝我哭的 这大厦特别漂亮 真的特别热 但相对于我要奥运的那个世界 真的 太渺小了 心里话 你们创造救助奥运这个游戏 咱是去把自己给锁起来 真的与救助奥运无缘 挺悲哀 咱从巷运一直ώς 一辞走错啊 全盘结束啊 不吓了吧 吓不过您 怎么了 儿子 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没走 到底怎么了 儿子 爸 我想离开洪州 离开洪州 嗯 乔李是要在公司里给您谈看了吧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我就是 嗨 我想自己开一家公司 单干 然后我争取在三年之内超越洪州 好吧 儿子 您要知道 洪州几十年的基业 你几年想超越 做梦呢 是 我知道 但是爸 您总不能老让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了 儿子 你想了没有 你在洪州做跟出去开一家公司 有区别 您可以去打江山 为什么我不想了 就凭你这句话 我就不能同意了 因为你在逃避 儿子 你认为现在洪州集团是一趟浑水 你不愿意去趟 你就换一家公司 照样能碰到这种问题 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从头再来 爸在我眼里 洪州其实已经腐坏了 造成这个腐坏的原因是构成洪州基础的这些人 嗯 别知了 别阴啊 乔丽莎一定给你说什么了 真的什么都没说 她说了 她说我把你从国外弄回来 是要接替洪州 你不敢承认 她骂你是偽君子 是胆小鬼 这些都是您编狼 她不可能这么说话 能这么说话的一定是心里比较阴暗的人 听 阴暗 儿子 阴暗的是他跟他的继母 霸占了我们家的基业 占为己有 我让你回来 就是为了继承我们家的基人 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都给夺回来 我有什么错 错的不是这个愿望和动机 而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所用的手段 比较阴暗 不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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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呢 看把你把比气的 赶紧赔里道歉 妈 妈 滚 滚 对不起 滚 展哥 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 翅膀长硬了吧 准时乔丽态给他翻脸了 他把气发在你身上了 我 他把每天都把气发掉 到哪里 要不要把气发 从那里 在救了 说吧 都要把气发 给你帮我 就没了 你担心 胡脸 我觉得现在人都已经变了 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您是不是在说乔总 跟乔丽莎 你说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要互相监视 互相堪认 为什么要互相提讽 老大 你还记不记得 有一天你在这个天台上 你跟我说 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 金钱 利益 这一件事每个人都会在乎的 只是有的人把他放在了首位 我们没法去改变别人 但至少我们不把他放在首位吧 所以说铁鱼哥哥 希望你坚持住 不被他们改变 不要变得跟他们一样世俗 乔董跟乔丽莎呢 他们俩都有自己的想法 都有他们自己的角度 那乔董是想把公司留给你 这很正常 您是他儿子嘛 对吧 那乔丽莎呢 她是怕自己的 杨母的心血复制动流 所以她在利保公司 这也很正常 人之常情 对吧 咱们换一个角度 来想这个问题 他们是不是 都在为红舟好 你分析的 比我透彻 杨莫说是白痴子 老师 还有 涛 孙涛 好的 赵 李慧珍 进去 我有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那些老人找到了 找到了 又 又太好了 是 在这我找沈安 我没找到他 手机关机了 他手机没电的 好 好 我上一张 他 他被停止了 为什么 说不清楚 他人呢 先生 他刚走了 白色几乎 车牌是四八九九 四八九九 对 我跟你听 他要把小战儿 就快 接住 我会听回去 就快 看来 他会说 你不会 要去 你不怕你 我怕你 你不怕你 你不怕你 我怕你 你帮你 你不怕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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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时间多陪伴她 她可能不回去 莉莎 你不要太伤心了 因为有些事情 是我们个人的力量 改变不了的 以伯母浩强的性格 她肯定是把全部的精力 都投入到公司上了 可是她病得太突然了 如果不是受到 什么重大的刺激 她不会这样的 莉莎 我知道你的压力巨大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 因为这样而怀疑一切 我对乔天宇的印象还不错 你应该相信她 争取她成为你的朋友 暂时到时候 不行 扎桥 那不是乔天宇吗 快转过来斯蒂娜 为什么 让你转就转吧 快转过来 斯蒂娜 你觉得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男才女貌 两情相悦 很明显吧 当然了 好死 可是我二叔想让她娶一个 我们公司大股东的女儿 这回你二叔的如意算盘 可打不成怒 我二叔已经习惯掌控她身边的一切 乔天宇可不一样 她可不是女二叔身边 那些会为了温暴 而甘愿被洗脑的机器人 好 原来你就是这样知道 曾经抓了三个老人的 是 当然了我也没想到 他们能干出这种事了 有些人为了权利是什么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为了正义感 也会两肋插刀啊 对吧 对 比如 对吧 对 喂 我现在开始了 等会 就为这么点小事 你重新认识我 我觉得有点太亏了吧 我之前得给你留下多次的印象啊 你知道进步奖和优秀奖的区别在哪吗 如果要是你起点很高的话 哪怕你做得再好 你最多也就是个进步奖 但是现在 给你一个优秀奖 我为了能在你的心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你说什么事啊 请客你找到什么 要不然的话就跟你讲 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别了 这种小事 我一般做了好事吧 我从来不会把这个事情讲得很详细 或者跟别人分讲多 我就没要啊 行 你可以不回答 但是我还是要求你 那既然你谢谢我了 那既然你谢谢我了 嗯 我有些话能不能很坦诚地告诉你 这会儿可以了 说吧 我之前救过你 可是你骂我 说我非礼你 对吧 迪尔 我想接近你 我 我接近你我是善良的健康的 我有什么问题吗 这件事能怪我吗 谁让你就长了一张危害的脸啊 但是我这儿是好的 那我怎么知道 我的眼睛不是X光 我也看不到你里面是好的是好的 我原谅你了 真的看着你今天心情不是很好的份上 谁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是 对不起啊 我本来应该向你道歉的 你不是停职了吗 你怎么知道 那我去你们三海日报 他们告诉我的 孙涛告诉你是吗 没没没没 你臭小子 没有 这事赖我了 我应该去跟你们报社说一下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即便是我被停止了 我也不会停止 追求真的有问题 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 不服输的镜头 就我喜欢 但是你记住 我永远不是你的敌人 好吗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可以啊 今天丁俊的办法 真的跟你一模一样 大致思路是一样的 怎么会这么强啊 不过以我对丁俊的了解 他不会有这样的水平 你还记得 在游戏的研发初期 我曾建议你 和大兴的沙毒软件商 合作的事情吗 当然记得 不过最后这个方案呢 没有实现 黑客们 都喜欢丁商的大兴朋友 只要有机会 他们就会趁虚而来 为此 我特意加强了 服务器的病毒防御 所以九州Io服务器的运行 一直是安全的 正因为如此 我才大胆地想到 即使查不到 客户端的病毒来源 只要我在 游戏的登录界面上 加载一个能够兼容 多种杀毒软件的客户端小程序 就可以阻止病毒的侵入和发作 丁俊的方法和我基本一致 原来是这样 老实说 我真的没想到明门能做 老实是谁 欠打是不是 开个玩笑 我也没想到 做这种事情哪会想得到做 说实话 明门音乐这次的扩建 是由你们红州集团投资的 你应该是跟陈杰他们一会儿的下边 现在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必要非常认真地说两句 这是一个质的区别 我们的确跟他们是有合作 我们投了他们的钱 但是我们只是投资 并没有昧良心 不一样 好 有良心的有钱人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很乐意效劳 我需要得到 沉浸不法犯罪的证据 就是说你还想继续呢 现在不是静下来的时候 我能知道你的目的何在吗 我想帮着那些拆迁户 争取到他们应该有的路 是因为这个吗 当然 帮助像我这样的认识情绪啊 哪怕说 有那么一点一点的改变 我想帮你做 好 臭你这句话我帮你了 真的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但是我帮你 那就是说任何合作 都需要有一个额同嘛 对吧 我觉得我跟你真也需要这个 对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仪式 仪式 对 但是这不行 乱七八糟的 去小方哪 你也很喜欢去那吗 不是 有菜有酒有人正 就那个地方最好 行不行 你就明明告诉我 说你肚子饿了不就行了吗 没有问题啊 你今天救了三个老人有功了 我先吃饭 走 跟姐姐走 我定了啊 可以 但我之急 是先让九州熬游 正常运转起来 让客户找回他们丢失的装备 至于病毒的来源 我们可以慢慢再查 对了 死定了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我二叔他出来反对 这个对我来说 无所谓 不过我一直在想 对方为什么打来电话 威胁勒索 但是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能够发起如此规模的病毒感染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事情我也一直想不通 也许对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所以就不必再勒索了 你是说九州澳游受到攻击 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九州澳游出现问题 直接影响到的 就是你们和暴风雪合作计划的受阻 那谁最愿意看到这个计划 可是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很少啊 这个人不仅知道了这个计划 而且还知道九州澳游的致命着点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安姐 天忆哥 我今儿请拿吃饭 我们坐哪儿 这边 快 快坐下 坐呀 干吗呀 弄得跟第一次来似的 一会儿把菜单打管吗 还要 你手怎么了 没什么 这是烫了一下 还说没什么 给我看看 我看一眼 天哪 好厉害 这冰马俑 你放心回去我一定骂死他 你别别别 真的没什么 马俑哥不是故意的 你舍不得 谁是冰马俑 谁是冰马俑 我助理 安姐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天忆哥跟马俑哥把我的叔父大伯们救过来了 可厉害了 沈记住 天忆啊 来来来 喝饮料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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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吃什么 今天是这样 我们下午先在这儿喝点东西 然后聊点正事 然后晚上呢我准备在这儿请客吃个饭 等等等等 谁请谁啊 说好了我请你的 阿姨 把店里所有好吃的都拿上来 我请客 今天 行 关键不在于我请他还是他请我 最重要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我准备跟他搞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呢 阿姨你别听他胡说没什么仪式 重要的就是吃饭 不 有一个仪式 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仪式上会证明 证明什么呀 甭打理他阿姨 这什么意思 这么小伙子 不是 什么意思 怎么看了 什么事 你呢 怎么 搭档 什么搭档呀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就搭档啊 我答应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 山姐 你演呗真棒 做什么 骗客 你们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啊 什么情况 就是我刚刚说的 很棒啊我们 善哥 丁俊还真把丽莎找那个人 给震住了 那人叫什么 史迪文 不知道他跟丽莎什么关系 是不是很快就成为 乔家的成龙快婿了 丽莎啊 年龄也不小了 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好像那个史迪文人还不错 跟丽莎还挺般配 就怕不是这个 剩下丽莎自己说的那个 有可能是给他来保驾护航的 您出手可够及时的了 不管他有什么来头 他也是任我们宰哥的羔羊 休想介入公司中心的机会 沈记者 你叫我沈记者啊 叫我沈安吧 反正以后 还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当机会 那你叫我天宇 或者叫我如意诚 都可以 我还是叫你天宇吧 就叫天宇 什么事情我觉得应该往好的方便想 对吧 你看看大海 退一步海阔天空了 当放假不好吗 是啊 反正现在这事也改变不了 有个事情就想问你 有个事情就想问你 随便 为什么要那么帮我呢 那我想问一下 你跟那些居民很熟吗 或者说 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你们那么帮他们呢 我是记者呀 如实揭露事实的真相 就是我的职业道德的需求 我就是干这个的呀 但是你不一样 你这么做的话 就等于自己才能 我觉得你很谦虚 记者我见挺多的 像你这样的 没见过 说远了 就说三海日报 有几个像你这样的 那是因为每个人 对自己的职业要求吗 不用了 服输完了 你呢 我 我帮他们是因为 是因为 我想满足一个自私的想法 当中的一个 服输品 什么意思啊 没明白 就是 我这么做了 这儿会比较舒服 你还真是个气派 发人的方式很特别 因为你值得拥有啊 有点幽默感情吗 来去吧 干杯 我 又是陈静的电话 已经是第三次了 不见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报中 你看这个陈静 他居然贪心到如此地步 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 真是块提不起来的动作 这陈静上辈子 肯定是个穷鬼 没见过钱 这辈子见了钱以后 他就搂不住了 全都不顾了 你还说呢 难怪你推荐的 陈静 事情它总是有发展的 人也会变的 你怪我眼镯 行吧 怪我眼镯 又来电话了 我接 Eason的电话 是 李晨啊 是我 阿羽跟一个女孩子 在海边散步 书不生气 不生气 好 好啊 人生真的挺有意思的 以前这个时候呢 我都是在想 今天应该要交什么稿子 用什么照片 但是现在 正有时间在这里悠闲 荡人秋千 你说这是不是就叫做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确实美了 所以呢你看 你像你现在这个状态多好 人生啊就应该是 劳逸结合 劳逸结合呢 才会心情舒畅 然后身体健康 一想到这个 你就想起我们董事长了 真惨 你真的到现在还认为 周董事长 是因为过度劳累 所以才那样吗 难道不是吗 就算是因为日系月累 总应该有一个导火索 我认为 罪骗就是有问题的 其实我问过杨队了 但他不愿意告诉我 只是以我对他的了解 我觉得 他肯定也产生了怀疑 杨队 对对的 杨队嘛 你的很多想法 还有思绪都是 杨队教你的吗 这么要让别人教我 我难道就不能独立思考了吗 我只是觉得他的想法 会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们之间已经有了默契了 不需要再交流 不需要再言语表达了 直接精神上就可以达到共识了是吗 对啊 因为我们经常打交道 我必须要从他那里拿到一手的资料 有时候呢还跟他一块出警 获得最直接的新闻线索 都一起工作了 所以我经常给他添麻烦 是 我也能看出来 其实杨队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都会有几分的威严 但是在见到你的时候都会带一些柔情 行了 很正常嘛 就你这个年纪了 那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 好了多久了 不是吧你 他是我姐夫 什么 他是我姐夫 姐夫 当然 我姐夫 姐夫 什么 想哪去了 我有机会了 什么机会 我的意思是说 她是中国好姐夫 你还真说得对吧 我姐夫对我姐夫 她绝对没话说的 她现在虽然没有很多时间可以陪她 但是只要一回家 我姐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那动画片 哪个 就是那个灰太狼和红太狼 绝对一模一样 那会不会你姐夫做错事的时候 你的姐直接拿一个瓶子锅 什么呀 人家是相近如彬型的 就算要使用家庭暴力 也应该由我来断人工 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你这问题很多 就是想问一下 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 适合做你的男朋友 还有老公 这话题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